李云迪商业帝国崩塌 这回他该明白什么叫规则了 2013年 李云迪接受了一本杂志的专访 那时的他正是风透无两之时 然而 时至今日 除了个人形象的坍塌 他还需要面对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可能是商业代言的歌席解约 可能是合作品牌的巨额索赔 可能是演艺事业的戛然而止 2000年 18岁的李云迪 以一首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寄精四作 一举斩获第14届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